大家好,我是小怪。 副局长的叔叔到家里做客,叔叔一进门就给红雀介绍了一份工作,让他去色诱一名富商,同时还给红雀留下了一支录音笔。 在录音笔中,红雀明白了她的腿根本就不是演出事故,而是男舞伴和她的新舞伴故意设计陷害的。 气愤的大表姐找到两人,狠狠地报复了一把。 因为失去工作,大表姐只能看着被提要的母亲在家中痛苦挣扎,于是大表姐主动找到叔叔,接受了她的工作。 身着红色礼服的大表姐刚见腐伤就差点失身,不过幸好被躲在暗中的杀手救下,可腐伤却死在了大表姐身上,叔叔便以此威胁大表姐接受培训加入组织,培训地点在莫斯科国立第40科学校。 红雀凭借自己的出色表现提前得到了执行任务的机会,于是她代号为红雀,前去色诱CIA特工纳什,并找出藏在俄方的美军间谍。 和她共同执行任务的还有俄方间谍金发妹和俄方领队,可没想到,红雀在实行任务时故意向纳什透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, 而乔纳什也就顺势向中情局推举红雀,让她成为双面间谍,不仅如此,两人还渐渐产生感情。 而另一边,领队也喜欢着红雀,可红雀对她并不感冒,恼羞成怒的领队就向总部打了她的小报告,红雀深深了解俄情报机构的作风, 间谍一旦被上司投诉,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,于是她偷走了金发妹收集的情报, 当上司来调查她的工作进展时,红雀便有了资本,可金发妹多年来的成果就这么没了, 气急败坏的她扬言要杀死红雀,在一番搏斗后,金发妹领了盒饭。 红雀回国后,因为涉嫌泄露情报而被严刑拷打,她解释说是要尽快取得对方信任, 这套说辞虽然暂时模糊了过去,可俄方的上级已经坐不住了,派出了杀手, 便让她约纳石出来碰面,红雀假意配合杀手拷问纳石,趁其不备与纳石合力杀死了对方。 这时,俄方情报处的局长找到了红雀,并告诉她自己就是内鬼, 而她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给自己患病的妻子筹钱。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,局长竟然要把红雀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, 然后让她再作为美国的线人,继续从事双面间谍的活动。 红雀表面接受局长的安排,向俄方供出了内鬼的名字, 并提出用内鬼交换已经被美方积压的她。 在双方进行人质交换时,揭开面罩的那一瞬间, 众人才知道红雀供出的内鬼不是局长,而是自己的叔叔。 原来,红雀在任务过程中通过窃取叔叔的个人信息, 伪造资金往来,留取DNA物证等手段, 把黑锅牢牢地扣在了叔叔头上,完成了自己的复仇。 当人质交接完成后,随着一声响响,叔叔倒下了。 回到俄国后,一身绒装的红雀站在台上, 他成为了找出间谍的大功臣, 但实际上他和坐在台下的局长一样都成为了美国的间谍。 好,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更多精彩内容, 欢迎关注《怪怪看大片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